欢迎来到我的游戏频道 我是KingFone 那么今天是2022年的5月24号的早上7点12分 然后我的PS5的会员是刚刚升级到了新的一个高级二档会员 然后我现在的话由于人在隔离酒店刚从上海回老家 然后连用我的PS5连着酒店的电视 然后酒店里面的网不是很好 所以说我就把我的用我的流量下载了两个游戏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高级会员库里面到底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作品 有些的话跟美版的公布出来的内容还是有差池的 比如说美版里面就公布了有死亡细胞这个游戏 我看了一下这个港幅的商店里面是没有这个游戏的 就有点可惜 然后我这里暂时是下了一个空洞骑士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死亡搁浅 这俩游戏已经是空间要用到四五十个G了 就是差不多我这个月的流量都搭进去了 之后等我隔离完以后我再会去下一些别的我感兴趣的游戏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订阅服务吧 我是刚刚已经升级了 我之前是续约到了2023年的7月份 然后升级的话费用一共是补差价补了200多人民币的样子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游戏目录 值得一提的是它这个确实跟美版的那个游戏库是不一样的 可能是它有些游戏在库里面没有 可以看到首先是这个蜘蛛侠 麦尔斯莫阿雷斯 然后是这个刺客信条违京剧元 然后恶魔之魂 这游戏我是当时数字版打折的时候直接买的数字版 然后现在居然免费送了 有点 然后这个是NBN2KR2 然后这个是对马导之鬼 这个我应该也是会去到时候下载 但是它太大了100多个G 等到时候我回家以后再玩牌下了 然后这个大表哥2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一些其他的一些 究极分爆4啊蜘蛛侠呀 还有这个 这个我其实也非常想玩 Rutino 我看它也是非常不错的 好像也是一个Rulek的一个高画质的Rulek游戏 然后我下了这个Death Draining 这个死亡搁浅 然后这个Horizon 地平线我应该也是会去下一下 战神的话之前就是已经有送了 然后雪原的话我也是早就已经安装了 然后最近也是在疯狂的玩雪原 就是在酒店里面就是想要把它给通白金 这个Control我到时候应该也会去下一下 好像他们评价也都说不错 其他的游戏的话这些大的作品我就不是特别清楚了 祖福拉的话是要跟朋友一起玩的 包括Humanfall 然后这个Days Gone 这些都是PS5互联免费游戏库里面的一些游戏 就不暂时过多的评数了 包括一些赛车游戏啊 车厢球嘛 我都不是特别感兴趣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魂类游戏 以及一些日式的RPG 比较少 最终幻想好像也是有一些的 我看最终幻想7也是有 反正到时候可能下下来去玩一下 然后这个包括这个什么The Last Guardian 这也都是之前送过的一些游戏 包括一些以前的会面游戏 我个人觉得差不多200来块钱的一个差价 去升级一个会员 里面但凡有两到三款 你特别感兴趣的那种3A级别的作品 其实就是不亏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网上那么多人都说 觉得PSN的会员比较贵 你没有必要跟微软的XGP去进行比较 你就跟自己比较好了 原先一个游戏卖四五百 然后有两款游戏 你就花200块钱 我感觉就挺划算的 反正这些虽然我这些游戏 我都没怎么见过 这个我见过 这个Brothers are Tales of Two Sons 这个之前会免送过 然后牧场物语也有 牧场物语到时候 我可能也会下来玩一下 那游戏太多了 其实我有点玩不过来 反正我就先下空洞骑士 因为空洞骑士 我之前是在Switch上白金了 就是100%多的剧情达成率 就特别感兴趣 然后也是魂类游戏 我特别喜欢受苦 那么就给大家再过一下 把大家看一下这些游戏 就大多数我都是叫不上名字来的 我能叫上名字一般 也就是有点以名气的游戏 NBRK22的话 我到时候应该也会下下来玩一下试试看 就到底了 这一次更新的库 没有像索尼说的400多款这么多 但是我感觉应该会在后续的一个更新升级里面 升级到他承诺的数量 反正也是可以等一等 还是非常不错的 包括妖怪手表4++ 我记得Switch上当时买了300多块钱 现在居然免费送了 但是这游戏我不是特别喜欢 那么差不多就今天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在隔离酒店里开始爽玩我的PS5了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吧